資深電影導演及編劇李百寧 上月底離世中年68歲 這日舉行辭寧禮 李百寧的兒子李維德 在早上9時隨寧救抵達現場 儀式大約早上11時半結束 李維德捧著父親的遺照步出教堂 神情哀傷 寧救之後搬到寧車 送往火葬場火化 而到長向李百寧告別的圈中人 包括有迪龍、陶敏明夫婦 姜大衛、關錦鵬等 李百寧擔任楚源副導演多年 每一年都會為師傅楚源舉行生日會 迪龍大哥和他可以說是合作無間 對於他的離世感到非常可惜 但是他說他很開心的 他的兒子就感到非常之成功了 這樣他就很慷慨了 我今天見到Hutcher 我覺得一表人才 處事方面來說 一個情情的天主教徒 我覺得他是真是有八靈八靈的 八靈雖然在市場沒有什麼偉大的成績 但在我們一群人心目中 他是一個很承諾 很肯幫人的另一人 每一次我們那些火記有事 或者什麼成績 他都主動去安眠、串眠 不是做一些事 李百寧於1973年加入邵市公司 代表作品之一電影《吳恭奏》 令上月底在家下跌到最後不治 與世長遲